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斩眼又过了一年 是 没错 大家又要展开新的一页 过了一年 我们请徐医师来 为我们急促修复 今年的年 大家有很多牵连 之前是世界盼 又吃了 又看了 又睡了 很快去聖诞新年 然后过年 在这段这么大段的时间内 你可以看到 在你的把脈的患者 有什么可以得着分享给大家 通常过完年之后 比较多的问题 可能是食制了 因为大家都明白 又聖诞新年 再加农历新年 连续几个节日 其实不停地吃 所以肠胃可能会有些失调 中医角度 叫做饮食自配肠胃奶伤 令肠胃的负担加大了 可能会出现肚痛肚痒 或者胃不舒服 胃痛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要处理 首先要让肥胃休息一下 我们不要吃那么多 也可以吃 但我们要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例如我们在饮食上 可能吃一些 没有那么浓味 不要那么多油 不要那么多脂肪 或者可能肉类方面 吃少一点 暂时来说 但可以吃多些蔬菜 水果等等 帮助肠胃消化 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除了在饮食上 调节之外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 吃了那么多东西 怎样都肥了一点 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运动 例如我们每天 增加步行的一些时间 或者真的去做运动 做健身 或者可能是跑步 跳绳这些 帮助身体消耗多些多余的脂肪 当你做完运动之后 其实你的脾胃功能 都会有修复的作用 令到你会容易一些肚饿 这个我试试 你告诉我如果不对 但我觉得我正在呼应你 你刚才所说的 这个多些做 吃完东西多些做 吃完下午 或者晚上 我也要走一千步 我真的觉得走完之后 舒服很多 这个有没有用呢 我想问一下 我其实做得对不对 其实对的 是正确的 我们吃完东西之后 我们去暴行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去运化食物 因为在中医角度的理论来说 其实我们祝阳明胃经在脚上 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 可以刺激胃经的气血运行 帮助我们有消化重 但要记住就是 当你太饱的时候 太饱了 你就先坐一坐 不是说我吃完了 立刻起床 立刻步行 而是我们吃完之后 你可以先用一下电话 或者聊聊天 喝一口东西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 五至十分钟 才步行 不要说我吃完 很饱 医师说要走 马上走几个圈 可能会令到 有些消化不良的情况 但是你吃完东西之后 休息一会 先去走 就可以帮助你们 去消化食物 食制了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消制 其实在饮食上 我们可以试试煲汤水 或者焗茶饮 其实都会帮助我们 有这个效果 汤水方面 我们可以用菊芽 用麦芽 其实是一些中药 一起煲汤 然后加白萝卜 蜜棗 加一块瘦肉 或者加一块猪腱 一起煲 它有一个 就是消食倒滞的作用 对 帮我们消食 除脏 改善胃脏的作用 刚才食材上 都提到白萝卜 有些人有疑问 白萝卜不是好东西 而是破气的 但是我们正正要利用它这个破气功能 改善这个气制的问题 我们终于所谓 其实破气 我们不用太担心它 只要用得正确便可以了 但如果这个汤水 刚才所说 有白萝卜 又有炒萌芽 其实对于本身没有职制的人士 或者本身有些唏嘘的人士 又或者是在喂人奶的妈妈 如果去喝这些汤水 其实喝这个有炒萌芽的汤水 就不太适合 所以喝的情况 最重要是本身有食积 身体体格比较强壮 喝就没问题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喝之前 去资深叙咒中医师 另外做一个焗茶 其实就简单一些 我们就可以用陈皮 用山楂一起加水 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脾胃的问题 如果觉得有些醋热热气的问题 我们可以加一个螺汉果 螺汉果本身有一个 帮我们清热润肺的作用 也可以改善 例如食制后出现喉咙干 有些干咳 喉咙不太舒服的问题 所以一起喝都可以 这个山楂层皮喝 因为里面有山楂 对于孕婦来说 对于胃酸分泌的人士 不太适合 过年就少不免煎炸东西 煎炸东西吃得多 或过年会导致什么问题 煎炸东西有些油在 经过高温烹调后 就会变成中医所谓的热气 一些比较瘟热的食物 如果我们吃这些食物 其实反应主要是看个人的体质 有些人可能吃一块就喉咙痛了 或者立即生非枝 生暗瘡 但有些人吃很多也没有事 这个是看自己身体体质 去衡量你究竟可以吃多少 但不是说你受到就不停吃 因为始终你经过高温煎煎煎的油份 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的物质 它有机会致癌 所以如果吃太多 对身体的确不是太好的 但我们如果真的很想吃 就看自己身体的需要 但如果吃完之后 可能你又发觉 你有些东西想中和 有什么可以做 第一样东西喝多点水 水吗 水 不是茶 茶和水都可以 因为这些这么煎炸 这么干的食物 其实你进去就像干醋剂一样 扯水 它会帮你吸收身体的水分 所以你就要补充多些水分 去中和 你喝茶都可以 我想据他所问 水到底是热水 温水还是冻水 因为你吃完煎炸食物 我很多朋友都遭遇过 就是喝一杯不热不冷的水 即是温水 是的 那便糟了 吃完之后 胃不舒服 腸胃很胀很胀 很辛苦 喝冻水就更糟了 不一定 于是一定要喝一杯热茶 是否这样 其实最主要看你吃东西的程度 如果你吃到 可能已经十分饱了 那你就不要再喝东西了 可能你吃到很饱 胃都会胀了 你喝水 其实你胃就会更加胀 有机会 可能会将食物冲回到胃上的喷满 胃酸倒流 是的 胃酸倒流 我们喝水的意思是 你可能吃了一些煎堆 或者角仔 那些热气 你喝两口水中和 令到口腔没那么干 还有要记住 食物不要立即炸完 可能有些煎堆在家製 或者角仔 新鲜 是的 别立即热闹 爆口 你立即热闹 爆口 真的立即生肺脂 或者立即你会发觉 口腔里面会有个血泡 大家应该试过 举手试过 这些试过很多时候 这些情况其实都是 即时一些反应 告诉你 你身体有些热胀 我们要飞羊猴 你要小心 是的 要小心 但飞羊猴通常出源又没事 你吃可能你等它爆了之后 或者它之后自己会消失 不用太担心 但也提醒大家不要吃太多 或者不要立即吃 喝水其实就是说 我们吃完之后 如果你太饱 就不要立即灌下去 但如果你平时吃完之后 也不是太饱 喝水下去 其实是帮你中和那些醋性 就是这样 热温冻呢 你怎样 如果温度来说 其实室温都可以 室温都可以 但看自己的胃 有些人可能冬天的室温 胃都受不了 所以就可能喝点暖水 或者好像蛋糕那样 喝点热茶 就会舒服一点 通常喝茶来说 葡萎茶 烏龙茶这两种茶 解腻的能力就会再强一点 喝下去胃的运化也会舒服一点 好 这个就是食制 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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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样东西 刚才我说的就是世界杯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世界杯 然后喜欢热闹开派对 你就不能睡 看完世界杯 看完世界杯 就到圣诞开快车英超 英超完之后就过年 开派对 然后过年又行花市 那就不够睡了 是 到了不够睡又会怎样呢 如果不够睡 很多时候 第一 你个人的精神很差 你做事很难集中精神 记忆力会减退 或者中日很累 这样的情况 其次就是你 黑暗圈很大 然后个人看上又很潮寂很累 这些情况 其实大家首先要有充足的睡眠 要睡多点 晚上早点睡 不要说真的不舍得睡 其次其实我们在月位 或者食疗上都有些方法 譬如说如果你发觉 个人的记忆力好像差了 或者好像很不精神 我们可以按下我们头顶 其实我们有白活月 白活月在头的正中这个位置 我给你 好好好 给个头你 把蛋哥的耳朵摺了 对了 然后两边耳尖 连线的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叫白活月 白活月 这个白活月我们按它 其实有一个提升阳气 又或者是改善精神不振的作用 我们临床上就会在头顶这个地方 就会做针灸 或者帮它挨够 帮它提高阳气 这个白活月 另外如果发现 也可以配合我们一些头的月位 譬如说我们刚才说白活月 旁开各一寸的地方 就是四神冲这个地方 其实整个地区你去按它 或者你按它 其实都会有一个 改善精神不振的作用 亦都可以帮助 多了 这样的作用 这个是月位上面的 至于我们食疗上面 其实有些食疗可以帮助大家 去改善一些可能有疲倦 或者精神不足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杰纸、菊花、红组这三种食材 一起焗水磅 杰纸和菊花本身有明目的作用 大家可能在夜睡 或者有时看电话多 看东西多的话 其实眼睛会开始疲累 杰纸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去补干身而明目 菊花的作用是帮我们清干明目 所以两者结合 它们的明目功用就会增强 红组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去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 尤其是当你很累 或者可能你熬夜 精神不振的时候 加红组 你会发觉会整个人精神了 将这三种食材一起焗水磅 加热水 然后焗15至10分钟 然后喝掉 甚至乎你吃了杞纸 吃了一粒红组都可以 这样就可以令到人精神一点 但要提提 如果本身有些热气 可能这段是蜜蜂蜡 喉咙干干绝绝 或者基本上你受不了红组的话 不如不要喝 让它调整一下休息多一点 因为红组本身是有些醋 有些人吃完后 可能会喉咙干 或者有些发热 甚至喉咙痛的情况 这些我们叫阴虚火王的体质 就未必说是对的 还有可能在过年的时候 吃了很多一些油腻煎炸的东西 那些人太热了 你吃了也不太适合 刚才你说这些月位不够睡 我想问如果饱饱滞滞 有什么原位太热滞了 如果饱滞可以は 我們摸腹 在我們的肚臍對上有一個手掌位 對上 肚臍對上和胸骨中間的位置 有一個大手掌的位置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打圈搓 當你飽製的時候摸一下 這個位置正是我們胃的地方 這個動作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運化食物 另一方面對於一些脾胃虛弱的人 虛寒的人經常做摩伏 都有增強脾胃功能的作用 我們的做法是 首先我們中醫去分辨胃病或胃痛 我們可以用按的方法去分辨 如果大家嘗試胃不舒服的時候 你按它越按越舒服 越搓越舒服 這個通常都是脾胃虛弱症 但當胃痛的時候 你按它反而更辛苦 或者你想作嘔或痛得更厲害 這個中醫就叫實症 甚麼是實症和虛症 實症的意思就是 我們有外邪 或者一些外來因素 導致撞腐失行的情況 就叫實 就是叫邪氣成則實 就是當你食製了 或者有外邪、寒邪、熱邪入侵 我們的撞腐 就叫實症 這個時候按下去 因為有實症 有些多餘的東西在這裡 按下去它就會隔距 它就會告訴你不要再按了 不舒服了 但當你虛的時候 你搓的時候 產生熱能 產生能量 有一個溫補脾胃的作用 所以可以改善局部的經絡巡行 氣血運行 令到虛弱的情況改善 所以對於一些脾胃本身很弱 或者經常胃口不好 肚子有些凍凍的感覺 經常早餐吃不下東西 那類人士 你經常做這個魔伏 是會有幫助的 過年急速修復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大家一直不夠睡 不肯睡 吃煎炸東西 就會引起皮膚的很多問題 生痕瘡 有乾燥 還有些什麼 皮膚是否要留意 皮膚要留意 因為大家吃多了油膩煎炸東西 很多時候面油會多 有些人的體質 其實他們會特別多面油 喜歡濕熱的體質 這種體質的人士 如果你在過年的時候 吃很多油膩煎炸東西 或者吃煎堆 角仔等類的食物 就會更加多面油出現 然後又會很容易生暗瘡 因為暗瘡形成 一般就是毛孔堵塞了 然後就有毛囊的發炎 這種情況 中醫的角度就是 和濕熱的情況有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 第一 不要再吃得那麼臘酒 第二 要保持面部清潔 第三 也可以吃東西清淡一點 例如喝多點水 幫助身體排走那些 多餘的代謝物 或者毒素 還有吃多些蔬菜等等 而且最重要 都要保持大便的暢通 大便的暢通 我們去大小二便 其實主要來說 是幫助身體排毒 好像家裡有垃圾 如果你經常不到 就越積越多垃圾 身體又吸收 就會變差了 出現一些毒素的情況 當然最好就是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有運動各方面 謝謝徐醫師 希望各位健康蛋的觀眾 可以從中得益 最好是不會食製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或者你認識朋友 已經吃飽飽飽飽 和我分享出去 請大家一起加入健康蛋 我們按這個行業 我們的APP 按我們的鐘仔 最新的資訊 就可以送到你面前 希望大家在兔年 2023年 都是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的一年 謝謝徐醫師 不要客氣 冷哥 謝謝 每一天 都不見 餜師 床